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首先我们要介绍的这一间是位在台北市的长春路上 这里师傅可是在鼎泰峰历练过的 他们的小笼包不仅是皮薄腺多 而且一口咬下还会爆浆 而且最特别的就是这一道 这师傅他研发出来的乌龙茶小笼包 它的内馅还有乌龙茶粉整个这样和在一起 吃起来一点是不油腻 而且还有淡淡的茶香味 赶快就跟着镜头 一块去品尝一下吧 蒸笼上不安分的蒸汽 吹煮着祥育国际的知名美食 让人顾不得烫口 忍不住一口就送进了嘴里 它就是台湾人引以为傲 而日本人也疯狂喜爱的小笼包 玲珑可爱的小笼包不只吸引日本媒体的报道 就连港新杨子琼也抵抗不了他的魅力 曾经担任知名汤包馆厨师的老板 为了精益求精决定自行开业 更把版图扩张到了日本 那我们说为什么开这家店 那就是来讲说把小笼包再提升一点 对我们理念就是说我们把好吃的东西 尽量做给大家来品尝 有了这个理念 陈老板对小笼包的要求就更加严格了 用中筋面粉混合碱水的面团 一定得经过捏 揉 摔 打四个步骤 最主要就是说把面的梯性做出来 摔打就是把里面的空气挤压出来 让小笼包皮会感觉润度很够 吃起来比较Q 准备好面团只见第二代小老板 掌握着中厚编薄的原则 利落地擀出一桩桩薄可透光的面皮 这可是小笼包美味的关键之一 擀下去如果包不均匀的话 甚至外面比较厚的话 它正在包在蒸的时候会很容易薄掉 尤其我们等一下在挖的时候 在挖馅的时候 它中间如果是太薄的话 很容易会就是透明 那蒸的时候就尤其会容易 会容易很容易爆掉 因为它汤汁多 如此小心翼翼 就是这猪肉馅里加入了特制皮洞 以猪脚 猪皮和鸡脚熬上一天的皮洞 和甲心肉完美结合 就成了小龙包里最juicy的match组合 接着一手轻压内馅 一手快速对折缩口 呈现经典18折 就是为了要达到小龙包 坐着四口中夹起像灯笼的完美标准 一般来讲 因为小龙包则是 就是说大概在18到20之间 它的头 各位有看到 它的头刚好就是说 能够捏到最小 不会说头有一点燕燕的感觉 蒸好的小龙包 滑嫩的外皮仿佛吹弹可破 里头还看得到满满的肉汁 咬开一口 鲜甜的汤汁流泻而出 不论是大口吃下 或是小口品尝 都能享受爆浆的快感 我觉得它的皮整个都很薄 然后你一咬开整个汤汁很鲜美 对 然后加点姜丝 我觉得是更好吃 味道很好吃 味道非常重 味道非常重 味道非常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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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非常美味 让人惊艳的 当然还不止这样 这种绿色的小龙包 颠覆了传统的视觉和味觉 它居然是乌龙茶的口味呢 乌龙茶小龙包 这大概是2005年 那个日本很有名的 美食节目主持人 钢江九妹子 钢江九妹子小姐 他当初到台湾来 他到很多餐厅 也出了小龙包 他就想一个ideal 想说能不能把一些东西 结合在小龙包里面 那想了想 他说乌龙茶可以吗 那我们当初就寄这个原理 我们去研发乌龙茶粉 加入小龙包里面的味道怎么样 选用高海拔的离山乌龙茶和小龙包 碰撞出清新的口感 不止去由解腻 入口还多了一股茶的芳香 我之前有吃它的乌龙茶小龙包 很好吃 因为它是加乌龙茶粉 然后它的皮跟它的馅 里面都有乌龙茶的茶香味 所以你吃进去 你就会闻到那个淡淡的香味 我就觉得蛮好吃的 同样的嫩皮 内馅 换上了大甲蟹蟹粉 就成了香港客人最喜爱的蟹粉包 甚至为了要推广台湾味 老板还包进大甲和甲鲜的芋头 成为芋泥包的创始第一人 它的馅很绵密 它的皮很薄 比小龙汤包啊小龙包都还要薄 你就蒸好之后 你就会看到它的蟹就是很饱满 来到汤包馆 当然也不能忘记来上一笼 老板最引以为傲的虾仁烧卖 每张双麦皮都得在师傅的巧手之下 擀出花边 仿佛洋装的裙摆 这里面我们虾麦的制作工夫最最最练 要求每张虾麦都要擀花 让它看起来 整个美观 整个外感好像一朵花 盛开的美观那种感觉 打开蒸笼 粉嫩的虾仁画龙点睛 整容双麦都好像微微绽放的花朵 饱满的肉馅 富含汤汁 爆浆的程度 一点都不输给小龙包呢 虾仁上面我觉得它有特别处理 因为它有滚边 那吃起来的口感非常不一样 它整个吃起来的口感就是非常的Q 对 它的皮的口感非常Q 那虾子整个也是很鲜美的感觉 很鲜甜 来 酒桌虾草 酒桌虾草 迈入第13年的汤包店 不仅对小龙包要求严谨 为了客人 老板甚至请到日本老师 到店里教员工学习日语 看着日语同样很溜的小老板 年纪轻轻却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这可都要归功于爸爸的苦心教导 叔叔 亲戚就是长辈 他会比较久不久就应该做 可能就是做事情态度 一直会比较严格一点 做不好他会怎么样 会骂还是会打 打是不会的 会被洗脸 要把他站 期许越深 要求越高 陈瑞宏背负着父亲的期望 下一步就是要进军中国市场 希望把小龙包的金字招牌 越擦越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